影片最后有抽奖活动 请把它看完别转台哦 小时候家人都会带我去虎头山走走 我们看到陀螺表演 好酷哦 妈妈给我买一个小陀螺当纪念 我带到学校炫耀 呜呼 耶 哦好酷的玩具哦 你们看它可以转很久哦 一个人玩不要在那边站位啦 陀螺不是一个人就能玩的 呃这什么 这是新形态的陀螺游戏 战斗陀螺 什么 小学时呈风靡全校的禁忌战斗陀螺 双方各自的陀螺碰撞厮杀看谁先倒闭 是非常吸引的模式 当时动画那个主角队共有四人 每个人都具备爆红的元素 热血的主角配向他的超攻击型陀螺 龙骑士 去吧 龙骑士 傲娇的宿敌 感觉有沟通障碍 但关键时刻都会出现的冷酷伏伴 他持有的火焰系战斗螺 烟烟飞凤 不要误会了 我是怕你们受伤害我不能参加比赛 你们几个帮我加油也会越帮越忙 这家伙人不错但嘴巴真的很靠北 速度型的战斗陀螺赢牙烈虎 我好像太快了 超强防御力的肩甲斩龟 看我的肩甲正会爱我的防御力 这根本老根属性大集合 但也成功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 大多数小朋友是持有烈焰飞凤 龙骑士 因为持有者又强又帅 当大家玩的阵风时我却没有战斗陀螺 妈我要买战斗陀螺 为什么同学玩什么你就要玩什么 你不是有弹珠超人吗 啊现在就没有人在玩弹珠超人啊 妈已经过了好几集 你始终不懂小朋友的流行有多快吗 终于在我期盼了数十天后 妈妈以儿童节的名买给我了 今天是儿童节 去挑选你的伙伴吧 嗚嗚嗚嗚嗚 那时小朋友间的话题就只有战斗陀螺 走在走廊碰到同学对方就直接问 欸Larry你是哪只啊 哦我还没有 我妈下个月就会买给我了 我想要的是银 没有战斗陀螺的我 被男同学们冷落了几个月 卧槽 现在想想真的靠杯 这样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 明天起我可以抬头挺胸 走在校园内了 洋葱你选择的伙伴是 动画中最强的龙骑士F 烈焰飞鸵F都很吸引人 但现实跟动画不能混为一坦 我要成为桃园第一的陀螺选手 我不能输 我要选择肩甲战龟 什么你要选择克 这骑后者一点都不帅 他也没有火焰啊老虎啊龙啊 这种酷臂的要素 他是一只绿色乌龟 你怎么选择字 现实中很多攻击型的陀螺 都会自取灭亡 防御型才是王道 没错 小学的我就注意到一件事 攻击型陀螺冲的快 跟疯狗一样 主要就是因为轴心比较宽 但也因此转一下就停了 除非能刚好把对手撞出去 不然最后都是先仰尾 而且就算他撞别人 两颗的受力也一样 但我没学过国中物理 你不是国小 我一起在靠北 那时百货公司办了比赛 哼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我要先打败桃源的各大高手 现在进军全国 得到世界赛的资格 并挑战世界各地的好手 呃 并没有这种比赛 各位小朋友请排好队 跟你的对手排斥两排哦 没有 这个皮肚都只救 你好 等等就要厮杀的对手 竟然一起排队 这是尴尬的气氛 啊 这家伙持有的是 美国队的艾迪使用的 孔义毒蝎 攻击轮盘是所有陀螺中最大的 动画中干翻银牙猎虎 是战机超好的陀螺啊 被NASA向中 成为太空人的艾迪 你们可不要小看他的使用 被NASA向中的太空人 竟然在这边跟小学生打陀螺 我看你其实蛮闲的嘛 拉回比赛现场 哼 这家伙的金甲战规 是主角队中最弱的一个 就准备成为我毒蝎的饲料吧 虽然是对手 但同为陀螺战士的我们 聊了很多 好像很久不见的老友 没有隔阂 不像等等要比赛的样子 我最爱美国队的陀螺了 因为他们的领队超辣的 我喜欢中国队的刚刃熊师哦 那个持有者超像大鼻威的 78号洋葱小朋友 79号肥波小朋友 请上战斗场 比赛开始 我两个突然不说话 这是陀螺战士的觉悟 3 2 1 GO 射击 空毒蟹轮盘太大了 风阻过大 碰撞个几下就凉了 有够烂 可恶 我不会输的 第二场 空翼毒蟹 动画中 空翼毒蟹 曾使用可怕的毒针刺激 秒杀了 秒杀 但现实中 根本使不出这招 太嚎嚣了 碰他几下就仰尾了 哭屁哭哦 你来之前都没有试过他有多烂 我跟那位对手 此生没有再讲过半句话 也没说再见 真是短暂的友谊啊 等了半小时后 我遇上第二位对手 他使用的战斗陀螺是 烈焰飞凤S 上吧 火焰剑集 火的妖宿在哪 因为比赛现场的气氛很到位 有些平常不敢喊的小孩们 会直接大声喊出来 好像真的会影响陀螺般 咬上他 急速煞车 去吧 吉利银狼 肩甲战魁 使出铁球机制防御 我被直落了 我的战斗陀螺比赛人生 到此为止 如果在看影片的你 曾经在桃园星光三月 用烈焰飞凤S 秒杀一个小胖子 那就是我 有种再来一场 老子现在才不会输你 而讲到这款玩具 一定要说出他的动画 那是精髓所在 剧情可以说是比 弹竹超人更好笑 小时候觉得帅到爆的剧情 现在看 都觉得太罔顾人命了 例如故事一开始 有个陀螺杀手集团 他们是专门破坏别人的 陀螺的武斗派集团 陀螺杀手 小卡 有个在黑暗陀螺战斗场 壮大声势的武斗派集团 请问什么叫做黑暗陀螺战斗场 是没有灯吗 这集团第一集就直接绑架同龄小孩 人家要绑架都是直接拿刀 你们用陀螺 还有这绑匪的裤子真的很屌 有这些陀螺在战斗时 基本上还是毁天灭地 一颗塑胶陀螺就能把整个场地挖空 有够危险的兵器 有一集 中国队的猫儿使用了 钢爪 狂猫 属于必杀技 狂猫怒势 哇靠 这真的是拿来玩的吗 火势他们应该会直接尿裤子 差一点距离就变肉坏了 另外选手们也时常在比赛中受伤 一阵暴风就把敌人吹走 这跟手榴弹的差别是什么 打个陀螺必打摔角还危险 在现实生活中 陀螺射出去就等结果了 根本无法干涉 但动画中 陀螺战士射出陀螺 则可以完全声控 而且他们都不用给指令 陀螺就会执行复杂的战术 肩甲正怪S 蛤 去吧 肩甲正怪S 我叫我这样的狗 都还要说握手 他才会屌我 这陀螺真的太叹 简直人陀合一 而强一点的陀螺战士 陀螺都会搭配一些特殊能力 像是水之呼吸那样 例如这个陀螺把场地变成水 这是我们的故乡 马尔蒂夫的大海里面 最后一集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异象 还是真的召唤了水 不然他就只是普通的撞击嘛 跟水完全没关系啊 像这个撞击也是有帅气的黑闪电 肯定也只是异象而已 那是闪电光芒 因为刚为熊水晶炎的旋转力 产生了空气的摩擦 发生雷光闪电的效果 哇靠原来是真的 太扯了啦 水的绿色气功波也是真的 面对地板都掀了 对手人毅力不咬 都不怕被碎石砸到 打到屋顶都穿了 但这塑胶陀螺是一点事也没有 牛逼 而尸体带到陀螺本身就是普通的碰撞 如果每集就这样碰 可能少了点感觉 因此动画中总会玩出很多花样 例如在高速公路上奔跑 炫耀自己陀螺的速度 这就是我的 银牙猎虎的速度 然后动画中超喜欢用轴心干人 毕竟陀螺就那几点 可以做文章而已 尝尝我的旋转火焰暴击 现实中很多小朋友想魔法 就会故意玩一点事 然后就会吵架 靠北有你碗射了 我要使用旋转火焰暴击啊 另外这部动画一直在强调 爱 心 斗志 灵魂 例如主角队就曾遇到一对 科技型队伍 美国队 直接盖一间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战斗陀螺 PPB是美国政府单位 投注最大心理的 国家级的研究积构之一 我们和太空总组 胡椒大厦也都有合作的关系 期待能够越新越新 提高战斗陀螺的可能性 他们带主角队参观 主角队竟然嗆瞎 可是 战斗陀螺只是这个样子吗 当然 研究开发的工作也是很重要 不过 好比说 斗志 灵魂 战斗陀螺也需要这些东西啊 再怎么彻底研究战斗陀螺 控制战斗陀螺的还是人嘛 小时候觉得说的真有道理 整天在那边吹科技 通常都会被屌打 但长大号觉得 讲屁吼 讲得好像人家花大钱研究 就没有热情一样 他做那么多研究 不就是热情吗 要像你一样什么屁都没做 就要一次打一次打才算热情吗 结果最后美国队 还是被这群野孩子干掉 你们这研究中心真的可以管 我相信大家 我相信大家的心 最后聊聊剧中最可怕的BOSS 俄罗斯队 他们把一群小孩带到修道院培训 并挑选出精英 看起来超压抑 153次 16354次 你倒下来了 你没有资格当陀螺战士 竟然拉了一万多次 我看手没断 佛龙仙啞掉了 修道院方此时 派出一位学生 与主角队对战 这是我们祖国的传统工艺品 俄罗斯娃娃想不到的 鬼娃娃射击方式 我这 每发一次都要剪也太累了吧 那你前面练习 那个普通发射器有何意义 最后这小孩打出主角队 直接被抓去关 波鲁高布先生 快点起原谅我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再失败了 这样太难看了 喂 你这样对待一个小学生才难看吧 总之这部动画里 对待陀螺的态度 是非常认真严肃的 请大家打陀螺时 也带着这种态度 你们可也是陀螺战士啊 而这部动画里 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 特殊型发射器 五花八门超有创意 比如网球发球 橄榄球发射 我就问这真的不会K到对面的人吗 棒球 蓝球 音乐 巧色盘 每个都不是现实可以做出来的动作 我小时候心想 他的场地都这么小 加上惯性 你到底是怎么让陀螺成功停在场上的 总之 虽然故事超好小 但剧情却十分流畅 我是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回去复习也是觉得很不错 而这些都是童年的回忆了 我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还会再碰到 战斗陀螺 18年后 呃这是 长大后 一款新型的战斗陀螺出版 它叫暴力诗带 跟以前的很像 但它有新的机制 它会爆开 如果把对手打爆 折得两分 没有打爆 折得一分 时隔多年 这一仗等的还真久 我要复出了 那时 我去百货公司挑选战斗陀螺 我来回家跟亲戚小孩战斗 YAAA YAAA 哈哈 你不是我龙卷翼龙的对手 为什么 你这颗哪里买的 这是我独装的陀螺 现在每颗陀螺都能随意交换零件拼凑 可以自己制造出最强的战斗陀螺 原来如此 变得更有可玩性了 当时我拉了伯军 阿雪入坑 那时我们疯到 跑去玩具店扫货 彼此讨论怎样 能匹备成最强的陀螺 我使出了大人之力 新台币之数 把所有强的陀螺都买下 取下他们最强的部位 拼凑成最强的陀螺 来吧 哼 怎样 大人认真起来很可怕吧 当时百货公司总会放一个战斗盘 让小朋友在那边比赛玩乐 通常假日会排成队伍 因为很夯 我好想跟他们决斗 但叫我一个大人排队 好像有点羞耻 你在干嘛 哼 战斗是不分年龄的 阿雪一个快30岁的人 直接在人潮汹涌的百货中 跟小学生排队战斗 让他力气比较大 直接尻爆小学生 打完他就回图书馆看书 对方的妈妈有点傻眼 干 这男的肯定是怪人 我那时真的觉得阿雪很怪 但又很感触自己 很帅 那时伯俊也曾去参加官方的比赛 他说他打到全台64强 现场人潮汹涌 排了一整天 是很不错的体验 总之 战斗陀螺真的是一款很棒的回忆玩具 直到现在这玩具也持续在更新进化 为了做这支影片 我把第一季动画全刷了一遍 希望看到这里 有勾起你们的回忆 感谢大家 而这篇战斗陀螺 我老早就写好了 但我一直没做 因为我一直在等 那个 我相信那个 一定会到来的 没错 最近最新的战斗陀螺X上市了 玩那么久 官方终于看到我了 还送我一组全新陀螺乳 爽歪 这一款新系列 搭配新的战斗场持轮系统 能利用上面的极限加速 带加速 使出极限冲击 若转的比对方9 得1分 大爆对方 则得2分 把对方击到前外区域 等2分 若使用极限冲击 把对方撞到极限区 则得3分 看谁先获得4分就获胜了 所以有机会瞬间翻盘的 比前一代更有可玩性了 对我来说 战斗陀螺是一个不占空间 又运速的竞技型娱乐 大人小孩皆宜 办公室放一起 觉得脑袋脏脏时 就跑去玩一下 醒脑 真低贵 价格也算清明 欢迎各大办公室 小朋友入手 现在到官方商城 输入Onionman 就可享有满千折百 限时优惠 大家一起购入吧 我真的很爱啊 一起来玩 迈入25周年 集结历史特点的战斗陀螺X 另外本篇留言 随机抽10位送战斗陀螺 9月10号抽出 赶紧留言支持 哦对了 补充 那个时候我封陀螺封道 在卡米狗App 自己上传一段陀螺战士的介绍 只要在上面打Larry 卡米狗就会贴上我的介绍 屌吧 其实我还有很多没讲到 例如用大铁把其他小朋友打爆 用铁锅修炼等故事 爱与篇幅太长 下一集童年回忆再跟大家分享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宋格力 我是屋子 我是志祺 我是许波 我是屋子 我是屋子 好 我好 我好 好